毁掉你生活的六个小习惯,机智,一总是急切地回应,生活在面对生活的时候,不要急切,不要焦躁,而要适时地停一停,看看自己将要采取的行动是不是合理,大部分时候,冲动是魔鬼。 二,总是聚焦于过去的成败,只有你真正的愿意与过去的一切和解,你才有可能将生活的重心放在当下,只有活在当下,你才能让人生翻开新的篇章。 三,拒绝承担责任积极地为你所遇到的事情负责,你就可以改变一切。 当你愿意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百分之百的责任时,你就已经掌握了改变局面的主动权。 四,认为自己总是对的,为了取得真正的进步,你必须对自己已有的想法和观点保持审视的态度。 不要停止学习,不要停止对自己的投资,要有敢于推翻自己观点的勇气。 五,按照别人的想法生活与其去听一些不靠谱的评论,不如花点时间去审视自己的内心,分析自己的优势,让自己做出的选择和决定更有把握。 六,对生活有过度的执念和期待。 聚焦于你现在该做的事情,不纠结于过去的错误,也不沉迷于对未来的期待,安于当下就好。 没有完美的生活,我们能做的,就是让自己有一套好的思维习惯,不断进步,不断成长。 太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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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阳